其实呢 我有两个妈妈 supai dee 大家好 我是xiao 呀 我就是回老温 为什么要来到北方这边 今天视频的故事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呢我有两个妈妈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应该都想知道 我就是回老沫 为什么不去南方巴士接妈妈 为什么呢是来北方南塔这里接妈妈 妈妈呢是从巴士坐飞机 然后来到北方这边等我 然后我和万里就从四川开始出关口 然后来到南塔北方这里接妈妈 因为南塔这里是离中国是很近的 我是从七岁开始 是从我老家巴士来到南塔这边生活 然后去万象那边上大学 毕业好了之后就来到北方这边生活 因为我大姨是给我就是找了一份工作 2016年就认识了万里 然后就跟他就是结婚 然后又回到南方那边去生活 然后就跟他万里去中国过生活 是这样的 我的故事呢 今天讲了可能就讲不完 要不呢我就慢慢来跟他讲一下 我这次回老沫呢就分享我这一面的故事 早早关注我的家人 还有刚关注的也好 应该就觉得 哎小雅怎么这么突然会有这种的事情 对因为我之前两年前 我说宝主就是记录记的路上生活 接到中国每天是过怎么样的这样的 然后我就说我想分享一下咱们就是的关系 就想分享 因为呢我在中国现在呢也有自己的家了 自己的房子也装修好了 我就想带他们去玩就这样的 不过就是呢我大姨和大姨父就没有时间跟我回国 他们说以后有机会的话 他们一定去看一下我的房子 我在中国生活四五年的时间了 没有回来看这个家 现在呢悬事我从小到长大的回忆 这房子呢时间应该是有二十年起左右了 反正我也记不清楚 大家应该听听我讲 还是应该想想 你是怎么这么多爸爸妈妈呀 两个爸爸妈妈 其实事情啊都有这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要从哪个是头哪个思维来给他讲 那大家就是理解 这套房子现在呢就有两个老人在家 就嫌我记得特别热闹 因为我大姨和大姨父呢很喜欢收养人 选择清洗的这样的 家里面条件不好 然后就来跟我姨父就是打工或者上班或者上学 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姨父是做一个公司 然后包工程的就是建房呀 建什么公司呀这样子 是这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妈妈和我大姨的照片 他们两姐妹 其实我的叔叔阿姨还有舅舅呢 是挺多的 一位外婆孩子的一共是有九个孩子 我大姨就嫌到北方 还有一个是在南普拉邦 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在巴塞那边生活的 哇大家看 这个是我和外里两个人的爱情的故事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风扇加水的 外里是第一次来去我的时候是买了这两台风扇 就是送给我大姨和大姨父 有两台那边还有 哇时间过了好长呀 都还在 还未有扔掉 等一下叫我帮你过来看一下 快过来看一下 过来 哦 这个风扇是吧 对 然后呢 对 现在你在这里吗 哦 在这里 在这里吗 对 哦 哦 在这里吗 我一位前面吗 哦 为什么 我看到这里 是 Ты 身边的时候 也不会转疫 就吃它 不吃它 好 我说 现在 你会吃它 哦 我来说 你跟我来 是的 我来说 这个风扇的话故事特别的长 这是我和小雅的定型之物 一起买了两台 但是过来提醒的时候 给我大意的 大家看看一下我们三个人 长得像吗 可是感觉不好咱们很难 可是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妈妈 新生的妈妈 这一位也是妈妈 是我的大意 大家好 说得很好 今天两位妈妈都坐在我旁边 我真的很开心 大家 我现在我就想来跟大家讲 我的故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讲 从哪里开始 就真的很开心 我是在老沃巴斯尔书生的 记得小的时候跟我的爸爸妈过生活呢 也是特别幸福 因为呢 是自己的家 记得我是七岁左右 我大姨和大姨父去了巴塞 去看我外婆 然后也去看她的兄弟姐妹 就觉得家的条件也过不怎么样 就这样的 当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是 算是条件也是很好 这样的 然后她就开口跟我妈说 你孩子这么多 要不分一个给我 我帮你带 是这样的 我带到我家那边 就是来到北方这边学习 我这边学习应该要好一点 当时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能来到北方这边生活 我也不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是怎么想的 就是让我大姨带我来这边生活 也是可能我妈想让我过更好的生活 应该是这样的理由吧 我也不敢在这里问她 因为这些事 在这里面前问 对 我也怕她会伤心的 我也怕她会流眼泪哭 我也不想让他们两个人对着我哭 我也好不容易来看他们 我就想看他们的微笑 现在呢 我也是有记得家了 我是了解到了 妈妈对孩子有多爱 如果没有他们两位呢 也没有我今天和现在 我也不想再讲了 如果再讲他们两个人 真的要流入眼泪了 就跟他们说 我感恩您是一个人的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会的 也许有的 我也有想要是一个人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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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